2019好有意思表演艺术节将从11月开始在清水港区艺术中心 举办三个场次的表演节目 不论是大家爱乐室内乐团带来古典音乐结合戏剧与魔术互动的趣味演出 或是改编插画家吉米同名作品的亲子音乐剧 还是由台湾新锐团队创造焦点 结合马戏跟杂技的表演艺术 场场节目精彩可奇 现在就通过镜头带大家先读尾快 大小提琴一边演奏台上演员则士和魔术士一大一唱 变出各种戏法 让大小朋友们都看得相当入迷 精彩的演出也为2019好有意思表演艺术节热闹暖身 表演艺术节活动 已经我们在港区艺术中心已经办了第六年 那我们当然会每年都会邀请国内一流的表演团队 以及新时代的一些杰出的创造者 来港区艺术中心来表演 由市府画局所主办的2019好有意思表演艺术节 将从11月开始在港区艺术中心盛大举办 不论是大甲爱乐室内乐团 带来古典音乐结合戏剧以及魔术互动的去月演出 或是改编自插画家吉米同名作品的亲子音乐剧 还是由台湾新瑞团队创造焦点 结合马戏以及杂技的表演艺术 场场节目都精彩可期 在里面有三大重点就是诞生 然后还有束缚跟自由 那其实在这三个形容词里面呢 都是我们人生中会去碰到的 然后也会去接触到的 那能希望透过演员的传达的情绪 然后引领观众 然后跟着我们一起进入到浮游的世界里面 它很特别的是我们这次有偶 然后有真人的演出 那今天其实没有来的还有一个布丁狗的那个偶 然后有很多的歌舞的场面 所以它其实是非常生动活泼 然后主要我们的诉求点不是只是为了小朋友 它主要还是是一个亲子可以和家共赏的一个作品 它不单只是古典乐团的演出 它在里面有很多专业的演员 然后一起带来精彩的一个串场 然后我们的指挥也会藉由它的专业 然后跟大家分享很多的不同的惊喜 吴华爵表示 迈入第六年的好有意思表演艺术节 每年都获得大嫂朋友的热烈回响 今年一共有三个场次 也欢迎喜爱表演艺术的朋友 可要把握机会 尽早买票入场来欣赏 介绳波和台中常报道